最后一个比赛日了 我们也在上海的正大广场 为大家带来接下来今天的两场对决 都是非常的精彩 那首先我们看到第一场的对决 就是Snake以及NewB 那这两支队伍的话 在之前的比赛里面 表现是各有千秋吧 看到今天依然是有死亡宣告登场 等一下 刚才死亡宣告后面跟的那个是马老板吗 是的 我的天哪 这里Snake的话 今天应该是有一些人员的变动 没错 看一个新的阵容 能否帮他们拿到久违的胜利 我们看到朱教练 现在的话也是刚才留一些 有所了解的话 应该知道最近Snake由于战绩的问题 其实整个的教练组 包括队员的压力也是比较的大 但是实力是毋庸置疑的 而这一边我们看到NewB战队 之前是尝试拳华班 对吧 然后现在的话是斯维夫特 好像又是出现在了 这一次比赛的一个手法上面 有一个内鬼 这边Snake是派出一名队员 打入到了NewB的内部 探听了一些消息 摸了下手手 摸了下手手 大家好 欢迎来到现场 我说 大家好 我是米乐 没错 那今天的话是我们的周日的 所以说周日的话 有很多的收看渠道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是可以锁定 我们的三大官方直播渠道 英雄联盟电视台 英雄联盟赛事官网 手机收看前方掌和英雄联盟 那除了以上的官方渠道之外 还可以选择熊猫直播 战型直播 全民直播 斗鱼直播 火牙直播 腾语视频 全民的六大合作平台 进行收看 那同时呢 感谢以上的直播平台 对于本次LPR的打理支持 那么还可以打开我们的电视机 通过IPTV的电竞世界 收看本次的直播 还是那么多渠道嘛 对吧 我觉得对于老观众来说 也不用说得太多了 大家都知道 其实大家每个人都有自己 比较固定的 喜欢的收看渠道 是的 基本上来说 不会发生什么改变 那你的固定渠道是哪一边呢 那是潘达TV 我也是 好那这样的话 还要感谢我们节目的赞助商 那首先呢 就感谢我们的冠名赞助商 JIM 还有唯一指定银品 战马 那还有迪尔克斯 英特尔 招生银行信用卡 达尔优 对于2017年 英雄联盟直接联赛的 大力支持 今天的比赛 确实很引人注目 对 今天这个比赛的话 刚才还开始看到 特意的准备了个短片 这场比赛 应该说是 可能对于 目前让我们来说 几支顶尖队伍 虽然说 其他队伍 可能和顶尖队伍 差距不是特别大 但是我们心中 公认的几支队伍 一定会有 就这么说吧 每一个人心中 可能都会有 他的自己的想法 但是我觉得 每一个人心中 现在排前三个队伍里面 这三支队伍 加上一个WE WE EDG和OMG 可能每一个观众心里面 都会有这三支当中 哪怕是一支 战队的一席之地 对 因为确实我们参加 周期赛的四个队伍 从目前来讲 依然是我们联赛里面 实力最顶尖 这个还其实蛮好的 因为你想春季赛的前四名 到夏季赛依然给力 我觉得这个是 证明他们团队 LPL的稳定了 对 证明他们团队 现在的稳定性非常强 是的 那今天我们第一场 看到两个队伍 Imec 甚至Snake跟Newbie 其实就是他们 稳定性不够强 导致了现在战绩不够好 对吧 所以大家如果想 关注一些选手 各种各样的变动的话 可以关注我们的 今日头条账号 那关注一些联盟的 今日头条号 体验私人定制的 各种话资讯 同时呢 还有我们的快手官方号 450-856-650 获取最低地气的 赛事视频 同时呢 最为权威的 当然是我们的 英雄联盟赛事官网 对吧 大家可以关注 我们的英雄联盟赛事官网 rpl.qo.com 上面的话 还有我们全新的 线上竞猜 就是每次都有 那个竞猜倍数 是的 大家可以用这个竞猜 获得的点数 去换取礼物 好 那刚才也介绍到了 今天的两场比赛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是哪个赛比赛 今天Snake是一个 1-5的战绩 1-4-4的牛逼 而在第二场的话 1-5-2迎战 本赛季 依然未败过的OMG 对 那今天的话 最大的看点呢 无异于OMG 能否长到一败 那么同时 还有就是现在在A组 现在这个战绩上来看 其实Snake 是比Imay要好得多的 Imay是多赛两轮 多赛两轮的战绩 只有一胜 是的 而Snake的话 还有两轮的比赛 可以稳定自己 稳定好像也不是特别好 稳定 至少还能往上 稳中求生 你想我们往上面看 蛋战队也是赛了九轮 那Snake现在的话 比蛋战队是少了多少轮 少了三轮 也就是Snake如果能够 及时调整好状态 那在接下来三轮比赛里面 取得两胜或者说全胜 当然了对于Snake来说 这可能是一个美好的复言 对吧 这个如果能拿到的话 其实在同轮次下 它是能够上升一位的 这就很重要 不过我觉得两个队伍 有一个点是蛮像的 其实他们队伍 两个队伍吧 每次前期都打得蛮好的 你想这个Snake跟Newbie 往往是能够在游戏的 中前期确立优势 但是在中后期当中 就开始展现出一些 小的瑕疵了 一些比较多的失误 包括刚才左部说 这个队员在后面 我都无法解释了 只能用时乐志来形容 是的 那同时大家还可以关注 我们英雄联盟的官方节目 那官方节目的话 可以撒描我们屏幕下 和它二维码来进行观看 然后官方节目现在也很多 比如说刚才感谢这个 由王牌警察员赞助的战马 怎么叫战马 就是什么由吉普赞助的 什么乱七八糟环节 反正现在我们的赞助商们 确实感觉性的出镜率也蛮高的 对 比如说刚才我们看这个王牌警察员 这场比赛宣告也来了 宣告的广告封建的还是好 我们这里归海门 我们这里有我们的 那同时呢 还有我们的LPL夏季赛 所有战队的队服已经是 之前我记得是已开始预购 现在的话还是一个预购的环节 可以上我们的英雄联盟的周边商城 就可以展开预购了 那么现在预购的话 还有机会获得我们夏季赛的没票 买一送一还不错 平时呢 同时呢 还有我们战队明星的签名照等等 同样可以进行我们的二维码扫描 然后来关注我们的英雄联盟周边商城 是的 说了这么多吧 我们还有 我们还有 还有那你继续 还有这个事情说出来 你绝对不会感到厌烦 为了庆祝LPL称霸亚洲 LPL战队登场英雄的皮肤 全部都是限时五折出售 五折啊 对 半价 而且还有很多之前买不到的限定皮肤 现在上下了对吧 这个皮肤控我们可以收藏了 刚才这个 就是刚好说到这个事情 看了一下我的皮肤 现在已经有607个皮肤了 607个 这还可以 比我多100个 你怎么才这么少 我500个 我 赶紧把我们这次推出的 所有打球皮肤全部买一遍 好吧 我基本上也都有了 因为我都是抽奖抽的 最近又有那个抽奖嘛 对吧 是的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好 那说了这么多的话 今天马上带来的就将会是 第一场的较量 Snake对战牛逼了 好 今天Snake对战 好的 各位观众欢迎回到现场 刚才米勒兄被导播摆了一道 很过分这个导播 你不要挑拨我跟弹导之间的情谊 我告诉你这个导播绝对有问题 绝对有问题 绝对有问题 等会我们出去好好跟他交流一下 那接下来这场呢就是Snake对战牛逼 刚才也说到了 就是说这一场的较量 对于牛逼来说 其实他们现在四分 对吧 也是很稳 其实我觉得牛逼这三季打的还挺好 对 而且是在进行的一些人员上的更换 我觉得宣告现在状态确实不错 包括很多圈内人也是平衡的不错 其实牛逼最近赢的对手都是强 很有质量 很有质量 Snake最近输的输的对手嘛 就是那种 今天他们输的那几个对手 好像都以前没赢过 但是我们知道牛逼是出了名的劫富济贫 对啊 就所以今天就是可能扎进并不富裕的牛逼 碰到了扎进贫寒的Snake会不会放一手 而且最有意思今天Snake 把两名选手是换了下去 中辅 中辅 然后上的是锅锅和蝴蝶 应该说这两个选手是纯新人 纯新人 就是我们也没见过 然后大家可能都非常非常陌生 是的 但是他们的节奏点上一页 他们的carry点的话一直还在 但是说实话 之前一直对Snake的阵容来说嘛 中路的姿态 辅助的Crystal对吧 其实这是他们之前一个偏手画的阵容 对 这两个选手用我们的感觉就是这两个人都很有天分 但是一旦打嗨了吧 他们好像就突然间忘记了现在在干什么 我觉得Snake除了OQ这个点吧 其他四个人都太骚了 都太骚了真的太骚了 就这种骚的话 有的时候能骚出让大家觉得 哇 精彩绝伦的操作 有的时候就把队伍骚掉了 是的 我们看到这边两边的数据对比的话 都是排名比较靠后 这个也没啥好对比 是的 因为整体的数据来讲都不是很多 对 难兄难弟 难兄难弟 但其实从最近的表现上来看的话 还是要站在牛逼这一边 牛逼最近 状态更好一点 对 他们之前的话是战胜了蛮多抢手的 是的 Snake fighting 甚至这个队灰 我也觉得设计的非常不错 很帅 而Snake这支队伍的话 其实他是拥有很多粉丝的 因为我觉得也就是因为 他们这样的打法 对吧 你说每一个人都是有那种很 怎么说呢 很秀的 顶尖的操作 顶尖的个人能力 然后再加上他们的性格的话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开朗 很油 但是我觉得该紧张起来的时候 还是要紧张起来 是的 我觉得他们上次录节目 Snake全队过来了 然后那天我才知道 原来Snake全队都给那个Sofen说 就你的Sofen我们念起来不是很方便 所以给你起了一个重功 非常 然后就觉得整个队内氛围还是很好的 希望他们能够把自己的实力真的发挥出来 然后牛逼就不用多说了 这支队伍的话我觉得一直吧 就是从QG改到牛逼之后 包括QG的前身 包括现在牛逼的状态 包括更换了这些人之后 整个队伍呢 越来越趋向于一个平和和稳定 对 对吧 就这两支队伍来讲的话 你如果说真的说实力或者怎么样 我觉得LPL现在所有的队伍 就哪一场比赛都是有悬念的 这确实是啊 刚才也大概打听了一下 他们的训练状态 其实Snake的训练状态 其实非常猛如虎 训练赛这场打什么 像WE啊 像这种闪电狼啊 这种可以说是世界性的强队了 世界性的强队 都是 咸有败绩 我觉得真的是训练赛之王啊 是的 有一点这种感觉 而且刚才我就想谈一件事情 就是很多观众会质疑 说谁说两个队打都有机会 我们就说一场 昨天解说过的比赛就好了 WE打京都给比 对 WE是不是打得很艰难 很艰难 现在我觉得LPL 就两级分化其实是不存在了 不存在了 现在基本上每个队的实力都非常接近 对 之前的话是一个杠零型的联赛结构 对吧 上面多下面多中间少 对 现在的话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原住体 好吧 其实现在我觉得就是强队跟弱队吧 就是差在那种失误率上 我觉得 我这样觉得 现在强队和弱队差在哪里 不要看二分钟前 看二分钟后 二分钟之前 大家都是世界级的 真是个分水岭 我跟你说 二十分钟以后有的队伍就开始了 对吧 就是莫名其妙的就干起来了 然后像WE那种就是 二十分钟以后他们还是能够绷紧神经 是的 就为什么说最近我们看到WE啊 EDG啊 或者OMG啊 就这支队伍他们的战绩比较好 我觉得就是因为他们终结比赛的能力有 他们中后期能稳得住 对 而且他们中后期是很少犯错的 所以说呢就是所有的队伍啊 我觉得稳住中后期 我觉得现在LPL里面真的是每支队伍的比赛都值得一看 都有自己的风格 对吧 其实我们的风格一直是以打架呀这种为主吧 其实打架最需要避免的就是失误 没错 要避免无意义的争斗 有些队伍就是太喜欢打那种无意义的战斗了 打完之后你也不知道你赢了什么 输嘛也不知道怎么输的 其实这个就是 我觉得强弱队的一个差距 对很明显的一个差距 那看一下双方第一场比赛的Band Pick 这怎么又小了一点 我知道为什么了 今天是周末嘛 对吧 好像是周末才会出现一个比较小的问题 可能是因为 是因为周末要推给电视台 然后电视台要有安全框 我不是很清楚 可以 你这个很专业 我们先看两边的BP吧 这边是扮了 老婆好像跟我说了一句话 好像是秀北换了 没有开玩笑 两个ADC这边抢复苏之毛 而Newby的话是在红色方扮了比较 这边的话蜘蛛放出来了 蜘蛛放出来了 但是没有坚强 先是拿到了下路 OAQ的这样一个卡里斯塔 瞎子 哎呦 这边 Safe door突然很信赖 是一个宣告的小炮 这一盘的话 ADC确实是被扮了两大AD 打复苏之毛的AD 看一看死亡宣告的理解 我也是确定了抢了小炮 那就是说这样的话 Snake可以拿蜘蛛 蜘蛛可以拿下来 然后配 我觉得可以先抢一手辅助 可以拿辅助的 这边的话辅助跟卡里斯塔 配合的像洛呀 像布隆都可以 面对小炮的话 其实卡里斯塔在初期对线的时候 我觉得可以选择一个 偏倾攻向一点的AD 就因为这样一个辅助 我觉得要有空 因为小炮是什么 小炮是无法控制自己推线的 挺灵活的 那这种推线要配合一个打野能抓的辅助 所以说辅助的话 我觉得要带手控制 对这边陆加复苏之毛是很不错的 其实Snake前三手 我觉得拿的已经非常完美了 很不错 因为这边的话 受限于要搬着上雷赛这样的 因为挺一败的 蜘蛛跟复苏之毛 不应该全放给蓝色方 牛逼这边的BP是把两个可以说我们认为版本非常强势 特别是在蓝色方选择的强势英雄都放出来了 而且我觉得Snake这三手拿了什么 就是太主动了 我觉得特别舒服这三手 对这三手英雄拿出来很主动 牛逼这里可能要考虑一下在野区的作战力了 这边不拿服务 想抢一个鳄鱼 拿鳄鱼 抢鳄鱼的话确实可以提升一下上野的战斗力 而且这个鳄鱼是不太好给Snake拿的 Snake如果再拿到鳄鱼的话这个阵容太猛了 上路太强了 那这样的话你拿到鳄鱼 接下来牛逼的搬Pick上面肯定是我觉得要针对上路了 针对上路让Snake在蜘蛛拿到的情况下 上路不能拿一个对线能力太强的 对 不控的这样一个上单 打鳄鱼办什么 一般来说是办颗粒 鳄鱼现在在上单比较难打的几个英雄 但其实鳄鱼基本上是前期反正谁都不怕 他主要还是周后期的代线会被一些英雄看他 青钢影 这边是圣枪哥的青钢影 圣枪哥的青钢影玩得非常的不错 而且你青钢影中英雄配合打也太容易了 对 一旦都拿6级以后 这个鳄鱼就会在整个的比赛过程当中 就觉得对方一直是两个人来搞 其实牛逼现在的下路 基本上就是一个小炮搭配一个比较被动的辅助 他们这个BP应该要围绕上中野来进行了 但是你说现在搭配小炮的辅助 我觉得搬布隆 我觉得牛逼下路可能会拿一个进攻性的辅助 牛逼吗 对 我可能认为他们不会拿上塔姆 布隆这样的英雄 但是他们进攻不起来 打不过这个辅助是毛甲洛 感觉小炮在前期跟弗龙之毛打还是太难了点 我觉得牛逼这里可能要加强自己的上 办了一个延续 我还以为他们延续会自己拿 因为他们的阵容确实上中野需要跟对方做一个硬碰硬 上中野必须要赢过Snake才能打这盘游戏 下路的话就稳住发育 如果说你不考虑拿进攻性的辅助角色的话 那可以拿一个就真的就是纯薄小炮发育的 这边反正Snake就办那种反手能力较强的辅助 其实可以拿那个老牛的 我觉得这一盘 拿老 现在也有那种辅助选手 职业选手比较喜欢用老牛去打洛 因为确实洛现在是加强版的老牛 对吧 老牛的话反手能力还是要 可以稍微限制一下洛的 露露 露露露的话 就是线上会比较的手长 但是他的保护能力可能要到六期之后或者更后期才能体现了 但这边拿露露我觉得有一个好处 就是他拿出来之后下路的推线是完全占优的 就是你推线怕是怕Snake比如说把兵线卡在自己那边的位置 但如果你就是每一波都是硬往里推的话 其实你说对面想配合打野也没那么容易 Snake这边的新人选手啊 看一下这盘会选择什么样一个中单 中路拿了一个比较均衡的辛德拉 那我现在重点我觉得要放在上单上面 我觉得辛德拉好一点 我觉得辛德拉挺好的 这边辛德拉中期可以补上一手控制 再加上他中期的一个强大的爆发 拿发条的话就有点偏稳了 比较中庸的一个选择 现在就看上单拿什么去打鳄鱼 黄子 黄子也是之前我们见过很多次打鳄鱼的 这个英雄还是线上前几集有点吃力打鳄鱼 但你说这个阵容如果中路混给辛德拉 Nake这个阵容中期的冲击力很强的 但是由于拿到了一个发条 他可能就要往 我觉得还是要保证一下自己的后续 我觉得他们就是把自己的进攻属性稍微隐藏了一些 但是整个的阵容更加完整了 因为发条他能够提供的多样性的属性吧 这里牛逼是要拿一个艾克打发条吗 这一手看来我觉得牛逼应该是早就想好 不管拿辛德拉还是拿发条 我艾克都可以打 也非常的符合玉米的一个英雄池 他的英雄池真的是以刺客为主 不过讲道理你看牛逼这个阵容拿的是蛮奇怪的 我觉得是有他们风格的 但是中路的一个点包括AD的一个点 下路就除开上野吧 就中下两条线 我觉得牛逼打得出是自己属于自己的风格 是的 就这个阵容其实在其他战队什么7.1213版本 你会觉得很奇怪 就没有队伍这样拿的 现在感觉全世界只有牛逼这一支战队会这样拿 但是反观snaker的阵容呢 就感觉比较正常 非常的符合版本 而且包括拿发条这一点 虽然我认为就是削弱了中期他们一个强大的推进力吧 但是确实在后期上面很稳定 就是这个点很稳定 我觉得snaker这个阵容就是可能很多队友都会选 是一个版本的常规的阵容 这个就是版本阵容打这种逆版本阵容 但是我们也说了版本是由谁规定呢 是由胜者规定的 是的 只要你能拿冠军你能赢比赛你就是版本 没错 这一盘就 这也是为什么最近 能问他其他赛就联赛大队出现率很多 都在玩这种大队加加利奥嘛 对 所以只要你能赢 就游戏是人玩的 不是规定给你玩的 这一盘就要看看牛逼这个一版本的阵容 能不能成为snaker这边的一个 虽然就是笑得有点开心 他觉得自己阵容拿的很好 说实话这一把snaker搬pick上 确实是要领先牛逼的 挺正常的就是 领先牛逼 因为就像你说的 一上来蜘蛛加凯莉斯塔 这个拿到太强了 这个基本上很少队伍会 直接放给蓝色方拿两个 就你能拿一个 我肯定要抢另外一个 是的 但这一盘的话 我觉得牛逼确实放给你 看看这个自信 到底建立在什么之上 抢了个瞎子 这盘swift的瞎子也很重要 swift这些瞎子我们也见说过 确实他在中后期中间比赛能力很强 但是不管怎么说 现在盲僧这个英雄拿出来 一直就是一个走钢丝的状态 就是这个英雄没有后招 没有后手 他像蜘蛛 蜘蛛其实真的 他能在团战里面做的事太多了 对 盲僧就那一件事 就一锤子板板 成了 你就是作用完全打过蜘蛛 不成 你可能在整个团战里面 连人都摸不到 好 那这边的话比赛马上开始了 蓝色方的snaker 对着红色方的牛逼 BO3的第一局 两边一开始都是一个正常的战位 小炮 小炮的话在亚洲范围里都很少登场 但是欧美的选手一直非常喜欢这个英雄 即便在我们的7.0以后的时代 都是很多次登场的一个英雄 是的 感觉他们对于小炮的理解确实是挺强的 我觉得就是宣告这个选手 他能够把小炮当成女警来打 是不是这种感觉吗 对不对 这英雄确实伴随着死亡宣告的职业生涯 从他的 就是我们LPL的出道战到现在 一直非常喜欢这个 洛 看一下这一盘 这个新的选手蝴蝶的洛 打的会不会如他的Ivy一样飘逸 这场比赛我看到两边 好接近 奖励倍数上面可能因为一些其他的原因 Snaker的反而高很多 高了0.4 这边的话两边都是F6开 骚分一直是一个比较有自己想法的打野 看他这盘的打野思路是怎么样的 是的 下路这一上来的话 你看下路拿到这个阻格 就是Lulu加小炮推线 拿这个思路也没什么错 对 拿出Lulu的话 其实线上能力是得到了一些保障 这边雪是打得很凶 又是光是A到地下 炸掉了 这一波里面血量被打得有点低了 现在下路对线 我们看他一开始给了很多的镜头 打的确实比较的激烈 对 打的比较的激烈 来 又丢到了 我们宣告对于小炮的理解确实不错 炸一下 这边的话 蜘蛛是选择一个比较正常的F6红MUFF 加在上面三郎开局 而这边上路 圣江哥在前两集的时候 推线全是把握住了 是的 鳄鱼刚才也没有怒 一般来说我们看鳄鱼打皇子 他最主要的优势就在前六级 或者说到六级之后 那个大招的效果 这边皇子要帮忙打一下 因为自己确实把线推回去 没什么事 可能是做视野 回去的时候再放一个视野 郭郭 也是RPL的首战 是拿了一个非常稳定的发条 这个英雄应该是所有中单选手的必修可 必修可 这个是基本功啊 这是基本功英雄 像你的三步上篮一样 对的 这边是用DW保护下自己的清兵 炸到了 电竹打个三环 对 稍分这边这波绕后篮 有机会啊 兄弟你帮我打一我帮你抓人 这边是 预判的一个二单一效果 但是这个闪现交的 呃 说实话 这一波真的交的太慢了 SKY这里发现你异技能没了以后 是 他有点 有点想死 有点蟹 对 他有点放松了 因为这个蜘蛛是预判你的二段一的位置 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 啊 他就直接说预判你的二段一位置没有预判到 然后SKY这边想省一个闪现 然后又被皇子 就这个一 不不 等一下等一下 刚才他有二段一吗 他第一段 有二段一啊 有二段一吗 肯定有二段一 他因为第一段一过来 然后蜘蛛想预判他的二段一 然后这个 皇子的EQ我觉得他得交个闪现吧 皇子的EQ他也没用闪现 没用闪现 被打起来以后直接一套雷霆 这一波有点省了 真的有点省了 那蜘蛛现在很开心啊 哇 尤其Sofen这种蜘蛛 拿到了E学以后回去干嘛 出五速鞋 全场要带节奏 这一波我觉得确实不应该 这个闪现要躲那个EQ的 皇子的EQ中了 太难跑了 呃 这边又来了 但是这一波可能会形成一个套餐 完了 这一波有点难走 但是有诺一段一 两段一 过去找兄弟 找兄弟 可以 可以抢救一下 这边的话可以 玉米过来是保护住了子盖 这一波玉米的意识很到位 来看一下及时天赋 嗯 鱷鱼就里带着战队二枪 下路这里 还起来了 巴斯利这边的W好像是被打断了 但是这边的话也是打不过 Sofen又来了 我的天哪 这边又是一个EQ闪现 但是感觉还想杀吗 还想杀 易到了黄祖藏塔 这边蜘蛛打出一身伤害 被鳄鱼回血道了 好像不太够了 反正晕了一下在塔下 这边再掉起来 再 哦呦 这一波操作太漂亮了 把塔的仇恨剪掉 然后再跟下普攻 攻击范围之外 这一波Sofen太漂亮了 对 那这一波Sky崩了 彻底崩了 这一波主要是亏 亏了两波线 一波半的线 两波半的线 而且黄祖有TP 黄祖这一波 甚至可以直接踢过来 中路要找机会了 先W定一下 打个三环 哇 这上路真的崩了 这波兵线是不是在塔里啊 是在塔里的 那两波线吃不到了 没有 刚来的那波线 好像不在 你看那个兵线 远程兵不在 我觉得还是第一个 第一波没打好 第一波闪线 扣得太死了 第一波闪线 如果把那个黄祖的 一颗躲掉的话 这一盘就上路 就不会出现 这样一个局面了 这个越南达也 好像回归到了 刚看到他的样子 对 它就是死帮上路 你看这个兵线很不利 这个兵线还在 往世杨哥这边推 对 鳄鱼现在没什么办法 而皇子回家更新了 忍者鞋 关键的问题 这个忍者鞋太要命了 盲森现在帮不了上 这关键的问题 还是在于 你是一只鳄鱼 被打成这样一个局面了 就你要是 其他的英雄的话 可能还有抢救的一个余地 像你鳄鱼出息没优势 你就等于疯了 对 更何况 你现在已经是一个零啊 这番我们看看 牛逼这边 用什么地方 去找回这个场子 我觉得可能要赌中单了 这把玉米打得很活跃 中单玉米这个点 它的游走 应该是要比发酵强一些的 我觉得可能要 牛逼这里通过 中野的一些联动 把这个局面 稍微挽回一些 而且牛逼的阵容 还有一点领先吧 就是双TP嘛 对吧 中路玉米也是个TP 这个可能要在等会儿 十几分钟的时候 形成一波以多打扫 第一波双TP 能不能打出来 现在就是 三分不会管上路了 因为鳄鱼这边已经崩了 就没有必要再花精力去管了 所以现在也要注意 骚芬的一个位置 骚芬这边毕竟是个 五速鞋蜘蛛 他有点神出鬼没 六级了 而且回家也是更新出了绿城 这里CV特其实 他也帮不了 因为你的2V1 是打不死黄子的 对 黄子这里一个人者鞋 你们两个人都是纯的 这里上路鳄鱼 是绝对不能帮的 你要是2V2 是打不过 2V1的话 还抓不死 所以上路 我觉得是要放弃了 两边都应该放弃 这个眼 是没有看到蜘蛛 往下半眼去摸 只有好小心 W技能是探了一下 草通里面有没有毛骨来蹲 CV特这边的发育 应该还可以 但等级的话 也没有领先 这边打完活动的话 应该是可以到六 反而蜘蛛等级领先 我觉得现在也有 继续打的活动 对 现在NUBI 得需要通过这种 下面又抬起来了 抬起来了 打断了 这边交一个闪现 死亡这边也是比较稳 因为这一波确实挺危险的 身上已经差了蛮多毛了 而且自己的话 W技能已经没了 你不能 两次了 两次蝴蝶的这个W 都是打断了 死亡相告的一个W 相告 只有蝴蝶往上冲的一瞬间 你W还有 这里会看到了 我们看艾克这边的走位 好像第一时间没有发现吗 这边正在排演 现在骚分是知道艾克在这里的 反正还要动一个河蟹 其实我觉得NUBI 可以打中野2v2的 他们这个中野2v2 还是挺强势的 来 建国过来 W定 抢一个河蟹 现在NUBI就做得很正确 他们希望通过中野 来控制一下整个的局面 现在上路是崩盘掉的 上路是不能管的 现在要通过中野来打了 但这边SUNFAN的这个入侵眼 也是看到了 你这边芒僧的一个动向 下路还是相对安全的 这波回家补给了以后 工作节契加吸血鬼权杖 这边的话还好鳄鱼有益 就为了好你血 让你在线上啥的不舒服 但是鳄鱼现在已经有TP了 TP赚好 鳄鱼这波怎么选呢 这选量还可以啊 对吧 鳄鱼这边多蓝盾 多蓝剑塔下的话 有红度的Q回忆 回忆博血 我觉得他单点的话 应该是不会被单杀的 对 毕竟自己有6了 对吧 你要6级再被 这个皇子单杀受不过去 而且皇子也没有出那种 特别夸张的出复吧 是的 出的是偏防守向的 对 人者鞋 所以这一盘上路的话 应该要打成一个1v1局面 现在主要的焦点 还是看牛逼这边的中野 能不能连动一下 中野的话 其实牛逼这个阵容 他们的支援能力比较强 这边还挺 Sky的基本功 也是没有让自己的捕道 进一步的被拉开 是的 郭郭这边的捕道 也是比较的稳定 在这里的话 是插了个眼 已经看到了呀 这个眼是已经看到你插的 然后蜘蛛的装备 我看他什么时候 能把回声做出来 这却是五速鞋出装的话 如果五速鞋之后 没有人头进展 他的回声会出得比较慢 对 比较慢的话 很影响他的刷野效率 哇 这一套上去的消耗 早前刚又是被打掉了 一个残血 而且现在你说 就直接出暴风大剑 其实一开始 小胞的射程 还不能够通过暴风大剑 有太多的收益 是一个发展性的装备吧 对 这边这个眼睛是放得很不错 看到了一个Sneaker的中眼 但这个眼马上就要消失了 Selfen如果在这里蹲的话 能够看到这一波眼的消失 而且黄紫的动向 也已经被红色黄侦查到了 这边要开始打风龙 但是是被视野侦查到的 这里牛逼我觉得 可以来打一打了吗 可以接吗 这边要TP了 鳄鱼的TP位置 我们看一下这边 小炮 小炮 没空了一波 但是这边要反手 打这个艾克了 艾克交出自己的大招 吸收了一波伤害 把死干的话 是白开一个大招 还想拿成龙 接盘龙到鞋道 EQ失误了 圣江哥 急着出手了 但是人没过去 三百血被蜘蛛逞下来 哎呦 这一波 其实圣江哥如果过去的话 这条不散的 这一波的话又是一个线少 闪现是逼出了帽的一个闪现 哇 这个EQ失误太致命了吧 对 这个EQ也是没有强到的 激励很稳 不过这一波打下来的话 我觉得Snake质转 对 拿到了一条风龙 这一波牛逼接的也是挺勉强的 我觉得 因为鳄鱼那个位置 它是 就直接开打那段时间 有点白白浪费了 我是觉得鞋同做得不好 对 就是有 有点一个一个进场 而且他们整个的 我觉得艾克尽早了 这些就鳄鱼下来 然后鳄鱼打头阵 艾克该进去打伤 这个应该是鳄鱼跟艾克一起进场的 但是艾克明显是先被轮了一轮 对吧 你的大招已经放过了 那你这个艾克就没有进场能力了 这个阵型拉得好一点 怎么 这一波真的可以 感觉这一波团战其实两边都有失误吧 但是从结局来推的话 应该是Snake小转了一点 Snake转 都有点失误 因为如果说Snake这波打得好的话 他们也有可能一波大获全胜 而且你还要说一点 他鳄鱼是TP下去的 对 黄紫河不是 他走过来的 对 所以说这样的话又是领先掉一个TP 这里是小炮的一个长处 这是一个善于换线的英雄 换线推打很快 但是问题在于这里的换线能不能成功呢 因为Snake这边可能是个四人包下落 我觉得蜘蛛去上路帮忙守一下可以的 这里可能要一雪塔丢了 Snake明显更快一点 包过来 这个卡都掉不了感觉 掉不了 因为刚才那个沙子也跑掉了 这是一个好专业 哎 上路盖上了 还要杀人了 要杀人了 治疗逼出来 逼掉了治疗 这边还有闪现呢 感觉还能追啊 大家感觉没有弹起来 没有弹起来很关键 挂了一个点燃 这边要小心 施加哥的第二轮的进场 对 瞎子赶过来 前面想勾引 想勾引施加哥 施加哥的反应很快 交了一个闪现 而且没有被Q到 这边二塔怎么办 这边有下鳄鱼 强开鳄鱼 鳄鱼这边有大招了 完了被空到死 一个人拔毛 直接是带走了鳄鱼的人 这样的话 下车的二塔 兵先噓上来了 只有一个M的进场 被这边的 骚扰躲掉了 大招 炸到了 炸到三环 有治疗 还是没有办法 炸到三环的伤害有点高 但玉米这边 能不能挂上一个减速 打得好凶啊 尤其可以只是 再减速 玉米这边可能想到 强化但是没有任何的机会 一波子内科的一块 然后推掉了医学塔 关键上路 黄子一个人是拖住两个 还逼掉了两个人的 这一波本来以为 牛逼也是一个三包一一在上路 但是突然只剩下两个人了 那黄子一看 你两个人在这边装什么 然后就直接先手了 但是这一波 蜂蜂蜂选择了回家 并没有人过来帮发条 磨这个中路塔 发条也没什么蓝量 其实这一波击杀艾克 对中路塔的血量 是一个非常好的消耗机会 这一波感觉牛逼还是蛮亏的 本来以为是一个换塔 但是你的塔都没有拿掉 而且现在双人路换到上路了 黄子继续来下路守你 对还是打不过啊 你小炮你在这个时候 拿什么杀黄子啊 黄子这身装备 一打二绰绰有余 但这边又选择强行推这个塔了 有人现在牛逼的选择 稍微有点问题了 他们应该帮助一下 这个下路两人组啊 这个两人组 如果没人帮助的话 打不死这个黄子 刚才芒森不是去了吗 芒森是闪现了呀 对吧 下路这个塔有了应该 这边 哇还架到了黄子 黄子过来的话反身清兵 好艰难啊这边推塔 没了没了 这个台强行推 还是推掉了漂亮 大家的话 牛逼也是把塔稍微追一下 在经济上面的话 上路的塔也要掉了 你经济还是被拉开了 一个防御塔的差距 从大局来讲的话 还是 但是芒森这一波没有踢到 不过看到芒森的剩枪 这边想动剩枪 剩枪的有点慢了 这边反身的大招 做位移 大招再弹一下 二段的Q过来 小炮跟上技能 哇这一波变扬 还是有了 玉米这边 一小兵 Q到圣强哥 哎呀追了 这一波圣强哥是个逃跑秀啊 上一把圣强哥是拖住三个人 这一波圣强哥拖住四个人 然后峡谷先锋 上路一塔全都没了 这一盘感觉 下路 这一波突二塔选择很不错 对这一波要强推的 牛逼这个选择 还是没什么大毛病 但是中路一塔要掉 这一波 斯内克的选择就对了 对 早点把中路一塔拿掉 让你艾克飞不动 我艾克的玉米还都很熟 这一把我觉得玉米打得很好 玉米我觉得 很积极打得 玉米现在是牛逼 感觉最主动 或者说最有存在感的一个点 是的 打得非常的积极啊 真的是中上下 这三路轮着跑 这玉米就很忙 很忙 玉米很忙 这一盘玉米真的很忙 你看他还要守塔 你感谢 他这个塔还没掉 这个我觉得蛮不可思议的 因为你一直在跑边线 但是你的塔居然没有被推掉 对 而且现在防御塔上面 牛逼是通过刚才下路二塔的 这个推荐 防御塔上面 现在是没有劣势的 这个我觉得确实是 发条自己做的不好的地方 一个艾克是三条线 到处跑 然后他中塔居然还没拿掉 对 这个确实是一个问题 但是这边斯内克又是卷土重来 中路拿不掉是不是 我将大家狂风 哎呀 这个塔还是要掉啊 受不了 这真的受了 一头就没了 对面都拿下狂前锋了 你这个还想守一点过分了 我觉得 还能二塔再怼一下 哎 不管 交给狭狗先锋自己 现在斯内克就求稳 他们慢慢把这个龙控一控 而斯内克这个队伍的 一直以来就是一个问题 就是他们在中期处理的 不够稳定 稳定 对吧 但现在来讲的话 你看他们已经在小龙刷新 前30秒 提前过去布视野了 这个时候就要看斯内克 在中期的运营能力了 现在在中期 斯内克要减少失误 而牛逼这里的话 他们要寻找 对方露出的破绽 不过鳄鱼这个点 现在来讲 确实这盘被打爆了 对 也是一个滚雪球的效应 就是现在鳄鱼在中期 可以说在正面团战里 是没什么用的 发条又是拿到了Muff 而且发条这把 发育的其实还很爽 不过从中单的表现上来看 玉米作为一个老将 确实是表现得 要比这个新人更好 对 玉米这盘打的确实好 在支援三条线的同时 在补刀上面 依然是一个个落后 发育没有落下 而且防御塔上面 现在要反超了吗 刚才掉了一个追平 就追平了 两边的话 一边是推了一个二塔 而斯内克这边是推了三个一塔 攻下攻二塔还是要被推了 两边对于防御塔来说 这一把我觉得两边做的都不错 17分钟 全场比赛已经推到了 7座防御塔 宣告确实很有经验 他很明白 小炮这个英雄的优势在于哪里 其实这盘如果不是这个小炮的话 这盘牛逼的卡数 应该会输满多的 是的 就还好是一个小炮 是个推塔的能手 但是原富龙 原富龙 然后峡谷先锋 这些地图资源 斯内克这场比赛 掌控的是不错的 那目前来看的话 斯内克还是占据着 战场的主动 下一条是一条风龙 玉米真的好忙啊 他又来上路收线了 他又把中路的线 让给小炮 小炮这边还想再带一个塔 是的 中路的塔 但是发条的塔 就没那么容易带了 发条这边也是第二件 都是个小面具 是个打架装备 那看来他们还是想 把宝在中期 就是有更多的优势 因为他们这个阵容 确实需要在中期发力 这就来了 打了一套一几 可以可以 可以打出满伤害 你可以 这一盘确实发条的表现 没有玉米那么亮眼 对 这一把玉米的表现 非常的亮眼 这一盘基本上是 骚风的一个人的 节奏秀吧 而且宣告这一场 就是像你说的 他推塔的节奏上 把握确实非常的老 这真是老小炮了 嗯 发条中继续刷 那现在的节奏 可能要放缓一点了 在下一条小龙 或者说大龙开心之前 两边现在应该是 以发育为主 看了一个眼 看到玉米 现在牛逼这段时间 其实做的也可以 他没有让经济 进一步扩大 他们的阵容 后期依然有放缓点的 是的 毕竟是一个小炮 加艾克的这样一个阵容 后期不是没得打 对 而且其实 复仇之毛这个击球 我觉得还挺怕艾克的 艾克是贴你脸打的 你跳不走 对 复仇之毛其实还是比较怕 这种 或者说他如果碰到这种 对面手 AD手太长的话 他也没什么折 对 不过这盘主要是 鳄鱼这个点子也回掉了 是的 现在鳄鱼可以说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 都不会有太好的作用了 视野牌 然后大龙的视野控制起来 还有一分钟刷大龙 然后红Muff让给小炮 这边牛逼也是做好了 时刻准备 给你干架的准备了 小炮看下一件暴击装 什么时候出 小炮两件套的话 就可以打打架了 是的 而牛逼他的话 第二件装备是选择了水鱼世代 就还是打架出装 现在整个的Snake来讲 整个人就所有权队的装备 都是以打架为主 扫一下这一排视野 后面已经那个发条 这一波Swift都要稳住 这如果直接上的话 这里有没有机会 但是有真眼 你也不知道这边走过人了 这边看一下会不会有一个 小炮八条 这一波的话 郭郭我觉得还是 他想R闪 这一波我觉得郭郭 他有两个细节特别不好 因为他过了那个草丛两次 你发现没有 他走过去回过来 都没有把球塞进去 其实你再就走过去 回来两次 你只要有一次把球塞进去 能看到这个 这个瞎子的话 其实这一波就不会死了 是的 这就是一些老发条 会有一些细节 这个我觉得就经验不够好 对 这一波的话 Swift的节奏都找得很好 强行过来踢死了发条 我感觉他蛮想秀的 他秀一波R闪我觉得 没有 他是闪了以后再R的吗 就我感觉他那个操作 因为他往人群之中闪啊 你想 那他不是想R闪 他想干嘛 有道理 就没有办法解释了 他没有办法 这边又有太想先走 但是没队友啊 这边没人 这一波的话 黄纸都不在 牛逼稳住了 牛逼稳住了 慢慢把节奏找回来了 防御塔追回来 然后在经济的落差上面 也仅仅只有2000块 20分钟2000块 这个完全可以接受 牛逼这一盘 觉得在团队协作上面 我觉得打得非常的好 在这段时间 没有让经济进一步的扩大 反而是把防御塔追平了 我觉得毕竟 Snake这边还是一个新阵容嘛 对吧 两个选手都是第一次登陆LPL 现在我觉得就Snake的压力 给的不够大 对 这一盘我觉得Snake 在这种优势下面 对对方的野区 其实是没有什么想法的感觉 你看他们这一盘 一直在合到以下的位置在合动 就打得有点保守吧 就没有给压力 就Swift一眼刷得很爽 然后玉米跟索隆轩高 也是正常发育 你说中路这个时候 如果就是辛德拉 那真的是牛逼不敢这么打的 我觉得 现在我觉得Snake要给点压力了 哎 但是你们应该看着啊 这也太明目张胆了吧 很明目张胆 但是打得还挺快的 打得挺快的 这边传送了 看一下路这波先手 要先打龙再打架 龙谁呢 龙子拿到了大龙 这边路的大招是抬起了三个人 后来大招也拉出来 闪下Sky 过过跟Sky的一个互换的 这鳄鱼这边也倒了 看一下 这里笑容的话 圣江哥交出一个闪现 没有阵亡 直出这边 哎 OQ呢是回程被拦住了 但我说实话 就 哎 被打断了 这一波的话 哎 哎 哎 还有这种操作 天灾末日跟了你这么多年 没想到在这一波里面 你辜负了他 这一波圣江哥真的是 无意之间伤了个人 这 柳暗花明又一孙 真的是 哎 本来这一波如果说的那个小炮把 圣江哥收掉的话 是一波一换四啊 雪传 是 结果最后没收掉 还反而载了自己这边一个路路 这波真的是有点 无形叉溜溜之一的感觉 是的 看一下这一波在大龙处 我觉得真的非常危险 我觉得这波团打得不好 这波是绝对不能打这个龙的 是的 但是强行打掉了 你看他我毛巨员都没有打死这个龙 然后郭郭是强行换掉 对 蜘蛛上来拖时间 这波差点就被牛逼团灭啊 这波是绝对不应该出现的 OAQ在草地里面 但是变相的是帮助 圣江哥收掉了这个肚子这个臭 这波太搞笑了 我觉得 一个小羊啊 他EQ居然出来了 被一个小动物怼死了 你看这 这波就是怼死那个来说 不幸中的万行 本来是牛逼大帐 我觉得已经是大姓了 你想想看都跑掉了 如果说黄子只是换掉 对 在关键上跑掉两个龙种 现在他可以通过自己的这个龙buff 和队友形成一个四脑分带 一个一换四变成了一波 二换三 还拿了大龙 关键是你想想看 正面刚才保留下来是一个落吧 是辅助跟上单 对 落可以跟团带线 对 黄子可以自己带线 这个龙buff就保留的很好了吗 但是这条龙牛逼还是没有控住 这也没办法 现在斯林克毕竟有大龙buff啊 而且发条现在大面具也有了 黄子现在很可怕 你不能小看黄子这个伤害 现在玉米真的是 刚才这波玉米是打出了挺高的伤害 对 玉米因为他吃了很多技能 什么发条技能都给他了 对 而且露露那个大招抬得也很好 对 他还起来三个人 所以你总的回味这一波的话 其实牛逼是打得很久 我觉得上一波团队 其实牛逼打得更好 对 但是就是一个可能意外的事情吧 发生了一点小异吧 要是一波一换四的话 其实这波我觉得牛逼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因为你一换四完了以后 你可能还能再去推个 因为你的经验啊 经济就会得到一个很大的提升 这一波过来要打吗 哇打得很快 斯林克直接叫WG能过枪 还是没有给野区压力 你看牛逼这边刷自己的野刷的飞起 基本上斯林克 你看他的那个视野 就没有给到红Muff这边 优势没滚起来 而且宣告的装备起来了 我刚才看到无尽有了以后 又多了一把黄叉 我觉得现在这个局面 牛逼不是说没有机会的 对 而且下一条龙 下一条龙是一条火龙 顶多一个四六开吧 其实等了三十分钟的时候 牛逼这个阵容可以给你接团了 对 小炮 然后三件套了 这个时候小炮很厉害了 对 这个时候其实小炮 他在团战里面的伤害 要完全优过凯利斯塔 因为伏伏之猫 他的纯伤害到高 但是他的输出环境 没有小炮好 是的 就实际上来讲 小炮要打出的伤害 要比伏伏之猫要多一点的 这把宣告算是拖起来了 而且现在再等一件装备 再等玉米的中亚出来 这两个C位 我觉得就 已经在这个时间点上面 要比Snake这里强力了 对 其实现在我觉得Snake 要感受到压力了 他们这波大龙 居然也是没有做太多的事情 什么都没干 对啊 他们之前是四个黄远塔 现在还是四个黄远塔 对 感觉确实Snake的滚雪球能力 我觉得是他们的一个短板 是的 他们现在你看 整个战队的滚雪球能力 真的蛮差的 他现在感觉要 回归到一个瓶颈了 没有地图资源 然后两枚的黄远塔数也一样 这个拖住了呀 拖住的话牛逼就可以接受了 对 拖住了 就是上路鳄鱼崩盘的这个点 没有被放大 对 如果说你中西一直不停的Snake 开得好掌控视野的话 其实鳄鱼崩掉的这个点 会被无限放大 但是现在你看 我鳄鱼也能跟你过过招嘛 对不对 对 已经比刚开始一个崩盘的鳄鱼 现在已经很强了 鳄鱼那边还在担待 黄子这边的话也没有去管 这边Snake还是想打架 黄子一直在跟团 但这个时候大龙buff已经没有了呀 这边开始做野区入侵了 终于开始做野区视野区入侵了 对 想起来 要拔上路塔 这个走位是 但是这个时候没有大龙buff 有大龙buff的时候 为什么不拔呀 可能等装备 感觉还是太晚了一点 现在再想给压力不好给了 给不了 小炮三件套对吧 对 现在只要有死亡选择 跟玉米坐镇的话 这个二塔你不敢推的 你要没有大龙buff 你拿什么推这个二塔 真的拖住了 真的拖住了 而且现在下路 由于二塔早早被推掉 所以说下路的兵线 还是有点压力 这个局面感觉在反转 不是四六开了 慢慢的胜利的天平 会向牛逼这边倾斜 对 现在我觉得目前来看 27分钟左右的时候 是一个55分 有点55分了 然后再往后的话 就是牛逼要慢慢的领先起来 想偷拉一个 想偷拉 没拉到 而且发条 这个大面具的出装 并没有在中期打出 应该有的效果 他这个出装 下一件应该要走法川 就是还是要极限在压缩 这个自己的巅峰时间点 现在两边基本上是个 误开的局面 Snaker的优势在于 他们的拿龙比较多 但是两风一吐 确实你说也没什么质变 对不对 他能不能利用起来吧 这样是原来版本的小龙 那可能就质变了 全高这边的话 要不要出一些回复装备 我在想 下一件可能要做银雪 你宣告了 你以为好像现在 如果说太早做轻鱼的话 就是收益会不会有点低 还是做小轻鱼 还是比较常规的一种出装 谁可以出银雪 因为对面来讲的话 前排厚度并不是很厚 反正需要一些小小的回复 不过现在也无所谓吧 牛逼这边的装备速度 都在那个水平线上 重要了 这边的话 玉米终于是出到了中亚 那现在在正面团战上面 五个 真的五个 我觉得牛逼要领先了 这个中亚的一出 那双C的作战力 就要比你这里强很多了 你看现在两个C位 Snake是落后的呀 对 这边要留 沈江哥这边还能够逃身吗 大招 EQ加闪现 但是小炮现在的输出已经惊飞昔比了 看一下这一波还能追吗 嗯 现在感觉Snake已经要输掉这局比赛了 虽然大家看到经济上面还是领先的 但是正面团队 有点想一波这边发的小拉大 我们看这锅 能拉几个 想拉想拉 啊 广道蜘蛛 在那个 不太感激 什么又 不太感激 那炸龙了吧 哎你过来有视野 盲子过来 闪现过来 但是没有抓到人 不过洛这一波 蝴蝶这一波还不错 他到了 可以 这一波蝴蝶跟洛这一波 这个发小的一波可以和可以 随伏特也倒地 这边玉米在追蜘蛛追不死啊 SKY这边是个残血 这边附露什么还在放风筝 右边这边是一波二换一 带走了对方的发条 但自己这边的野斧是阵亡了 但这一波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吧 我觉得对于两边来 这一波洛跟发条处理的好 因为斯洛特是一波先手 但是被蜘蛛是顺先跳起来 是的 然后他想踹发条的时候 发现没有角度了 发条拉开了距离 然后落的一波先手 打得非常的漂亮 我觉得这一波蓄了一口大命 这一波落 落实立了大功了 发小的大招也是直接拉死了露露 那你说宣告下一件要不要先把 宣告可以接盘 SNYK也是黄昏铁 你这边只要有人死亡 对吧 你这边瞎子还不在 就是因为 看双C 看双C 这边要开团 但是打得很慢 这波团要不要开起来都一只老 想刘若鱼 想刘若鱼 欧鱼被留住了 看里面团战开起来 玉米进场 这边又是蜘蛛打了一波扣 这边玉米开起大招 打了一下创分 创分这边有点血量低了 这边小炮的输出距离实在是太远了 在无压力的输出 UK被点三炮 UK的血量点残了 交出一个治疗 正面还好没视野 双C太猛了 现在妞 正面如果有视野的话 这一波小炮就可以收了 因为小炮还好不闪现 这个大龙感觉还要一主啊 又要来了 你看玉米有提批 玉米有提批 这边牛逼又是一波已多大赏 这波直接是黄子交了踢 然后我们看一下玉米的提批 关键技能 关键技能 落跟发小炮的大赏也好了 这一波可能是牛逼想正面跟你打团 这波大龙谁都不好打 我觉得谁打可能是要出事 这波怎么就直接踢上去了 黄子这个位置没有被发现 我觉得这波也不好打呀 对于牛逼来说 这边逼过来了 黄子应该来 这边再大招 这边落到后面的控制 还什么时候接 艾克要让后了 不过艾克这位就略显危险 直接取向TP 艾克可以跑过来 可以跑过来 他离得很近了 哎呦 这一波 我觉得现在有点烫手山芋的感觉 谁接谁出事 不是 我觉得两边刚才这波团战的处理 都不是特别好 都不能接 这波谁都不敢打龙 谁打龙 谁的阵型就会出现破绽 但上路的兵线很多 我们看到这个时候 必须派人去防守 不过视野已经在大龙处插好了 还有一个合照迅线线 我觉得对于妞比来说 不用着急 下路兵线有点多 用下路兵线 你看妞扯啊 下路这么多兵 妞比现在真的不用着急啊 没有TP的 紫尼克拿什么手这波 对 下路的兵线直接推过去 所以先拉开 所以先拉开 等大龙进场 这边要接着 跳得一半 看来 这波大招 要了亲密 为什么要着急啊 小炮是阵亡 露露也倒地 所以在这边一路 大龙坐下位移 这边 玉米打得不错 玉米这边大招进场 是带走了锅锅 OK也阵亡 瞎子也倒地 这波打了一波二换三 哇 这波玉米就立了功了 他大招进场 是带走了对方的C位 我说实话 这波打得太 我觉得妞比太着急了 因为那波 你看下路兵线 对啊 你再等个20秒30秒 你再开这波大龙 你对面是必定会少一个人的 这波 这波并线直接把高地防御 他打掉了一半的血量 其实你在等那边拉扯拉扯 这个刀地塔是毕掉的 哇 这一波太着急了 虽然小炮大招推的还不错 但是后续的控制 直接是拉个小炮的路线 讨的不好 他第一个W的路线 直接W到皇子脸上 然后闪现交的位置 是被把握图定了 我们看这一波 这一波如果再拖了20秒 这一波绝对有了 你看 小炮脸上交闪现 小炮推走 花掉大招 哎呦 要了几米 这一波的话只能说郭郭吧 郭郭这一把 这波打招来了 哇 玉米这个进场 太死了 他把那个服务手挖给偷掉了 是的 这一波玉米打的 真的是顶梁柱级别的表现 是的 我看妞比现在真的是 这个双C位苦苦支撑 现在双C位打的后期 是越来越厉害了 那这一波我们看到 宣告开始补自己的吸血装了 这一波火龙的话 看妞比可以炸掉 可以炸掉 Snake这一波龙还真的高 真的来不及了 但是Snake这边的选择 是直接靠到大龙处 还想用大龙速度不够快 速度不够快这一波 Snake这边的双C位没有闪现 妞比这边的话大招我们看一下 还有一个玉米的下线 黄子有闪 黄子能不能开 这边要开了 想现场现在默认 第二波这边给自己一个大招 过得大网是保护一下自己的后排 黄子能不能抓 想要大网只拿到一个玉米 玉米这边打得很漂亮 吸收了发起来的打 这里的话后续的控制给到 瓦斯里这边交了一个W 还没有阵亡 这边一个EQ 在Sky很低 Q能想回去 一起能在进场 但是被服务什么直接拉死了 这一波的话 我觉得妞环一 玉米的第一波大招开完了以后 没有能够造成实质性的伤害 但是玉米把发酵大招也吸收了 他自己还没有死 而且鳄鱼有闪现的呀 就这一波论上单的表现来说 圣江哥是领先了 对 圣江哥跟玉米两个人 七进七出 圣江哥跟玉米两个人 我觉得这一波打得很漂亮 是的 他们吸收了很多的伤害技能 那这一波鳄鱼虽然说阵亡 但是有好消息是双招还在 这一波拖到路 又要打了 这个大龙打得好激烈 你为什么又来打我了 这一波鹿鹿选择了取消回城 然后芒僧在下 这一波感觉就有点来不及了 玉米作战主力不在 对 要等玉米啊 这边要抢龙了 在抢龙试一下试一下 停手 不停 别抓掉了 那这样的话 斯丁克再打一套大龙 我天 说实话真的是葬送好局吧 牛逼 就牛逼刚才这一波大龙 就是那波下路高地那一波小兵 我觉得没有利用好 他们可能 是不是没有注意到那一波大兵线 那一波大兵线如果利用好的话 这个龙防就是他们的 对 那一波 那个是必要回家的 对 那一波打完了你都会发现 把高地塔推弹到只剩三分之一了 是的 这个真的是细节处理的不够好啊 不过这边我们看到宣告大清雨友了 刚才那一波里面 明显感觉到宣告有一点点打不动前盘 大清雨友了 这把要看宣告和玉米两个C位 在团家里就知道伤害能力了 而且目前看起来还有一个点 就是盲僧 在团家里面略显 好 落这个点 过去强行开眼 嗯 斯丁和这个大龙要利用好啊 上一个大龙就没有利用过好 哎 但这个大龙小心不要被开到团啊 我觉得这个野区 还行 他们现在反正也不怕开 嗯 上落 黄索几枚冰线已经带了过来 艾克是提前落位 艾克的等级很高 对阿卡可以让 牛逼这个阿卡不好守了 呃 我觉得盲僧可以找机会了 盲僧现在的话 守高地让二塔 这一波的话直接要往下路走的话 盲僧这个位置啊 被插出来了 这边要拿中路的二塔 踢到一个落 但是上没有什么意义 牛逼我觉得不能打这种 狭小狭小地形团战 要打开阔地形 给双C足够的拉手 他们这个阵型 只要在高地拉扯开的话 我觉得还是很好守的 是的 这边盲僧拿不住 在野外 在野外 中路的二塔 现在是一个极度才占的状态 可以让 先守高地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 斯雷克把经济迅速的 扩大到7000左右 不过现在斯雷克 想上高地的话 依然是有风险的 嗯 我觉得两边现在都 就都有机会 都有机会 都有机会 但现在这个局面 又是反 又有点反过来了 但牛逼那一波 没有把握好 确实把这个好局给葬送 牛逼那一波真的 可惜了 主要输出死亡宣告的位置 太差了 看一下这个 这个局面 斯雷克怎么处理 这波大龙 大龙的话 还有三分之一多一点的时间 对 不过上路的高地配合中 哎 瞎子散开 就来一个发条 变扬 跟上 有没有机会秒掉 发扬秒掉了 没有看出大招 但是里面的话反手 扶手的伤害也很高 皇子这边进场打得很不错 玉米这边有机身 打到大龙来一个蝴蝶 这边玉米差点被秒掉 就是一个闪现上高地 后续的话 索杨克跟上次在一起 不敢上 害怕被控到 索杨克在拉扯 这波小号打得是非常不错 两边是打了一个一换一 这一波打一换一的话 对牛逼来说是转的呀 你对不了我高逼呢 斯雷克特 又是斯雷克特的瞎子 把这个 锅锅的发条给接到了 漂亮漂亮 这一波又是一波瞎子的球 这一波又是一个变阳街上 控制盖面团站有一个问题 你发现小炮在刚才那里 有两秒钟是没有办法输出的 就是感觉后续的话 斯雷克的控制打得还不错 就是他们后续的控制 让OQ这边是完美输出 对了 小炮真的也不太敢进 因为他没有水银 太脆了 而且吸血都不够 现在小炮的话 真的还是需要一个水银刀的 但是他这边最后一件 做水银刀 对 最后一件把水银刀补起来 他刚那个局面 可能就有点想伤的意思 不过这波打完了以后 反而这OQ这里的水银刀 是已经做出来了 现在没有大龙 看一下这条远古龙吧 这条远古龙斯雷克 由于有三条元素龙的一个加持 他们拿下来还是很猛的 这波远古龙 哇 这边这黄子已经是六神装了 黄子装备确实好 过去太多了 你看他那个黄子 在那边扛了太久了 对 你半天搞不死他 很难受 他那个大招就是分隔了 小炮跟福龙斯茅的这个距离 是的 对吧 他这个大招其实就起到一个 把双方ADC拉架的作用 劝架 兄弟 你们别打了 就挺一手挺一手 挺一手 我们都打前排好不好 要打前排的话 福龙斯茅就有用了 对吧 而且打前排 主要是因为鳄鱼的装备 你没有黄子肉嘛 这个黄子比鳄鱼肉太多了 这个黄子真的装备有点可怕 太好了 在团战里面 确实黄子这几波 他如果一个黄子在团战里面 能打到两到三波EQ进场的话 他的作用比鳄鱼强太多了 对 那现在我们看到周路玉米 这里受传送的 远古龙这里 Snake已经提前落位去做视野了 这边远古龙是零视野 这样如果被排过来的话 那接下来远古龙这一波牛逼不好打 这一波远古龙牛逼真的不好打 不好打 可能要让了我觉得 这远古龙你出来的话风险太大了 被一波有机会的 如果被一波团面的话就没了 视野太差了 而且在这种还是那种狭小地形不好接 是的 他们只能打开阔的团 来了 这一波的话远古龙处视野已经步 看一下妞逼这边从哪里绕 从哪里绕很关键 视野在往一步一步往过步 对 看到了一个 躲过了节节 这波失打还可以 这边至少把对方五个人都炸出来了 等不了了 等不了了吗 回头 回头怎么选 先把视野排掉 继续用远古龙给你压力 我觉得就圣山哥现在什么 魔抗不高 对吧 我觉得圣山哥这里可以 玉米是不是 切一下这个前排 在他切前排的话 对面的后排就没用了 对 艾克打前排就没用了 所以现在就很尴尬 哎 这边盲子被捆住了 被打了一套 不过血量保持呢还可以 这波远古龙已经开了 现在还有三分之二的血量 浮入之毛加蜘蛛是怎么都不可能被抢龙的 是的 这波 芸汐能差点先查到 艾克在侧翼 看下两千血 脚有没有 发现大招拉了两千排 刹子被秒了 上野可能要同时正房 塞开这边也扛不住对方的输出 OK这边匯源能力太强了 OK拿下一个双叉 这边是把刘子跟瓦斯蒂利 把刘子跟自己的打不了 路还在侧翼 枪打空置 没有机会 那张的话牛逼往后拉一下 斯特克要拿这个远古龙了 结果可以继续追击 还能二次进场 闪现 是要了 又闪现 忍住了斯特克的骚人 不骚了 那张的话 斯特克拿下了 本场比赛关键的地图资源 远古龙 这拨远古龙现在有一个问题 因为远古龙持续的时间 并不是很长 但是大龙还有一分钟刷新 我觉得这拨远古龙 最好的利用就是 利用远古龙 把这场大龙稳稳地收下 这拨牛逼 想接远古龙团呢 还是有点勉强 刚才这一波真的是 还是有点勉强 发掉这个大大拉的可以 就只要拉前排就可以了 而且你看斯特克就 盲峰干大了点 他就一正面上去 很难提获人的 你又没有闪现 反而蜘蛛 你看一下来各种捆 各种小蜘蛛的AOE 这个伤害的制造能力上面 还是要比盲峰在团那里 强太多了 现在就不好说了呀 远古龙拿下来 牛逼这里就很难 再防守下一波了 下一波可能是个 双龙会 但是作为就很多 Snake的粉丝 就这个时候 他们心里面 还是非常的坎坷的 Snake的教练跟经理 也同样很坎坷 现在非常的坎坷 现在40分钟 不到一万的星期领先 讲道理已经比较不错了 但毕竟是Snake 牛逼看一下 这个大龙要不要放 我觉得可以放吧 这现在也守不了 对方有一个远古龙吧 觉得可以让芒僧尝试性的去抢一下 这条龙你如果放过 放掉的话 等于放掉一路高地了 芒僧来了被发现 哇 过不上了 放了 那这样的话 高地可能就要没了 双龙会 第二 远古龙持续身 还有三分之一 这波双龙会是肯定要往高地上冲的 好 这边宣告的话 跟进出了自己的究极六神 水印刀就位 我觉得指望宣告了 而且两边前排厚度的问题 我觉得还是前排厚度 对 就刚才中期的时候体现最明显 你看 OHQ可以 就是最后一件做轻语 但是宣告这里就必须 第三件就要做轻语 对吧 两边还是 第四件做轻语 两边还是有一些不同的 好 炸了一下 这边伤害非常的高 主要斯尼克这边的前排感觉特别的难死 就很灵活 倒不是说他有多肉 你看什么蜘蛛 这个黄子 洛他们都很难 第一波就被秒 他们一直在侧翼那么骚 你就很难受 是的 因为这几个人都是有那种 很灵活 很灵活 很灵活又有小控制 这个团战打的时间太长的话 是不利于牛逼的阵容发挥的 牛逼这里感觉更加适合是 你一看到这个小炮往前跳了 说明这一波团战牛逼赢了 现在双龙汇要没了 已经没了 远古龙没了 但是还有大龙 这条大龙看一下 斯尼克利用的怎么样 现在我觉得斯尼克非常重要的一波机会 在后拨个鱼 可能也要肉起来了 还是要上高的 他们因为现在装备已经齐了 他们装备已经溢出了 好 这一波大龙马夫 上了高地 哎呀 直接没有落位 那直接就掉了 现在小炮的话也是 有点打不过 这里就不错了 中路一个皇子 吸引了对方的一个上野过来 但下路的兵线处理的不是特别的好 没有人去管 这样的话下路的兵线离得比较远 上路的超级兵还要再等一个人才能过来 斯尼克利用的 现在一个人可以轻松地轻要这些小兵 那大龙马夫的区域时间 还剩下不到一半 哎 发条是被偷A了一下 再来一调 再 再来一路的话 斯尼克这一把比赛就比较稳了我觉得 这一路要守了吧 第二路还不守 玉米这边没打成一个半 还要打着 可以打到一个小炮 小炮里面交出你的水银 射得入了大钢 哎 还要死 完了 小炮被秒了 斯尼克里面被套了一个居住 这个输入完全打不出来 欧队依然是满血 这里的话 皇子现在是无敌的 一球闪 哎 开始了 你看看哦 开始了 艾克也被杀一波零换三 那应该是没了 一波了 好 这场比赛我觉得 斯尼克看到了斯尼克的进步吧 然后牛逼这场比赛我觉得输得 谁都怪不了 自己在中期那一波处理上 确实是不差 我觉得其实中前期 牛逼打得挺好 对 就是那一波大龙的处理吧 那一波大龙的处理 关键的一波龙团没有把握住 没有把握住 其实那一波龙团我觉得把握住以后 这场比赛基本上属于牛逼的胜利 对 因为后期大家看到 牛逼这种打得这么难受的原因 我觉得是在于 就是 前排的一个差距 对 如果那一波大龙拿下来的话 其实他们这个兵线也不会这么被动 现在最后几波的话 其实都是 兵线也难处理 然后防守的时候特别难 特别难受吧 就是你必须要想办法踢回来 对方的C位才好打 而且我觉得要给斯尼克的新中单选手 鼓鼓掌吧 那一波球偷人 偷得很漂亮 这一番我觉得 斯尼克的双 就是两个新人 我觉得打都可以 大家都做 特别这个我觉得这个叫什么 就是蝴蝶 蝴蝶的这个落 我觉得这团打得很灵性 蝴蝶这个名字很有意思 嗯 刚才我看到了 你说这这ID叫什么 蝴蝶 蝶 蝶级的 蝶级的 但其实这场比赛里面 我们看一下伤害情况 宣告依然是打出了本场最高的伤害 是的 3万1 然后玉米表现也不错 就这场比赛来讲的话 就是上路是个孤儿 对 就是上路确实和 圣阳哥在团队里的作用差距太大了 而且snaker这盘打的我觉得也是改变了他们以往那种比较毛躁的一个心理嘛 其实他们这一盘有毛躁地方就两拨大龙团打的都是挺 挺悬的 挺投铁的 挺悬的 但是结局来导向的话 其实圣明他们这一盘还是我觉得有进步 我觉得还是打的不错 尤其上单这个点吧 我觉得圣阳哥这场比赛 上野真的是上野 就上野的话让我们想到了可能前两个赛季的这种snaker 就是打出了他们赖以成名的这种体系 就是你说到两个点的一个更换嘛 其实是确实没有换掉他们的一个核心点 没有换掉核心点的情况之下 他们上野这场比赛也是真正的占了出来 对一开始两拨对于上路的针对是直接让那两拨太伤了 因为我这边是选出 因为他在第三选选出了鳄鱼 我等于说是先抢的 对 但我鳄鱼加虾子这种体系 上野的体系没有打出来 就本来中上野在中期我认为是牛逼更强 我的BP的核心是放在上中野的 对 但是没有打出来应有的效果 这一场我觉得对于牛逼来说比较可惜吧 因为这场比赛中期有太多的机会 自己没有把握住 前期的话觉得Snaker打得更好 前期来讲的话Snaker确实是一个强队 Snaker感觉就是我们老说这什么 老干爹可能前20分钟比较无敌 有的时候就大家可能说你们怎么能这么说Snaker呢 其实我觉得就不是说不说吧 之前Snaker什么30分钟一万一领先 被翻盘的比赛真的是永远多 我觉得现在是他们能稳定住这个状态的话 这是一支强队 这个我们一直都是承认的一点 但是就是更多的比赛里面 包括那场经典的15分钟上高底 对吧就他沦为了那场比赛的背景版 就本来你可以创造LPL可能说夏季赛里面最快以什么记录 对我没有想到是一个背景版的记录 这就很尴尬了对吧 那目前来看Snaker在阵容上的调整上第一场比赛里表现还不错 但是不得不说的是两支队伍在一些处理上面 相对于一些老大部分都有漏洞的 有很大的漏洞 我觉得确实是现在的这种一流的队伍可能跟非一流的队伍差就差在这些细节 就是这些东西 一些小的细节上面明显可以看出两支队都有些失误 包括你看夏季那么大一波兵线 对 那一波兵线如果拖住 这真的Snaker是左右为难 是的 那个时候皇子刚交完TP 谁去呢对吧 Snaker巴不得你跟我开团 或者是你打龙我来接对吧 Snaker说我这样打完的话我下的还不至于掉 那果然到最后那个防御塔 三分之一的血量一直持续到了最后 就是我觉得第二场比赛两队都有提升的空间 在BP上来讲 我觉得NUBI上一把也还有一个失误就是我一直强调的 复卓之毛跟蜘蛛在7.13版本是绝对不能放一个队伍 你同时放一个队伍 除非你拿到什么什么家里要女警这种东西 但你没有拿到 你只是拿到一个瞎子 加一个小炮对吧 所以这盘我觉得在BP上面可能这两个强势英雄 放的也是让他们吃到了苦头 对就不得不承认我觉得宣告的小炮很强 但是你就要你说从结果去说的话 这场比赛里面你会发现他没打死人 就在后面的几波团战里面他很难去打死人 这么说吧如果没有宣告的小炮的话 NUBI可能不会拖到那么后期 对因为宣告的小炮一直在偷一些塔 是的 但是宣告的小炮也需要整个团队来帮他创造收割环境 而且我们还在想一下现在为什么 这边是给到了Sofen 这实质名归 这一盘Sofen前期节奏太爆炸了 是的 这场比赛我们看到在整体的节奏上面 就是五速鞋的蜘蛛 要么这个队输得很惨 要么赢了的话就绝对跟他有关系 对 初期Sofen对于整个团队上的帮助 包括他高达89%的参加率 我觉得他最亮的还是上路那一波掉塔 掉塔 然后把那个塔的仇恨剪掉 剪掉 然后回头杀了你再走出塔的方案 这一波确实挺精彩的一个操作 是的 这个Sofen还是那个Sofen 现在整个的队伍当中稳定住之后 这队伍还是不很强 对 我觉得还是回到刚才说到就是宣告那个点吧 就是宣告确实打得很强 但是你这个英雄的问题 在这一场里面 我觉得是体现出来了 这什么点呢 就比如说你拿到战略是必须围绕你来打 或者说他对于整个团队的构建来说 你上单崩了 你就是没前盘 我觉得就是你明显可以看到 后期的伤害只有他一个人了 对 因为你的爱客 你不可能打像发条那样的AOE伤害 你能够给小炮创造收割环境 你的爱客也是个刺客 你的鳄鱼在这一盘是没有装备 所以也没有办法打伤害 就后期的伤害 我觉得压力全部集中 那小炮一个点伤 而且小炮如果你作为对比的话 你会发现 如果是大嘴的一个装备 这个皇子就扛不住了 他就可以一打五了 对 他就扛不住 但是小炮 如果你是女警呢 那女警的话 你初期也是 就是你的推塔能力都差不多 但后期女警的爆头那一下的爆翻能力 小炮也是比较难的 对吧 包括还有一个就是夹子 你综合看起来 为什么现在就是说有主流ADC 有非主流ADC 确实那些主流ADC 在这个版本里能做更多 小炮的收割环境还是需要团队创造的 是的 所以这场比赛 不管怎么说吧 两队表现得还不错 希望下一场比赛能够打得更加的精彩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对了 跟大家说一下 牛逼审得蓝色方 并且做了中路的更换 好的 这边我们要期待一下 牛逼下一场比赛的表现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等会儿回来